乔商朋友,同志们,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泄地,是全国经济大省,人口大省,农业大省,也是新兴的科技创新大省,全省工业门内齐全,市场空间巨大,人类志愿丰富, 是各类企业投资新业,大省深省的热门。 11月28号,以汇聚桥界力量,共建出彩中原为主题的中国乔商投资大会,在郑州开幕,与千名乔商与会,共化投资新机遇。 通过这一次来,包括我在内的广大乔商,也是希望来河南走一走,看一看看有什么样的商业机会。 因为我们中国乔商联合会,然后这个乔商,各行各业都有,从制造业,科技业,金融业,然后生物医药业等等。 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都是这个乔商企业的佼佼者,这一次来大家都带了一个目的,就是希望能赶上我们河南的这个春风。 河南作为我们这个中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省份,我希望可以发挥好我们香港,作为我们沿海金融,金融还有那个经贸这个发达的城市优势,与河南多争取一些投资的对接点,促进我们香港更好融入我们国家发展大局。 这一次能够参加我们河南举办的这个投资大会,更为我们乔商今年提供了助力我们国家发展,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。 中国乔商投资大会是中国乔联亲力打造的重要品牌,为广大乔包和地方政府搭建了扩大合作的新平台。 11月27号至30号,该会首次走进中部地区,在河南郑州举行,经过前期洽谈对接,此次大会初步达成合作项目346个,总金额3127.8亿元,涉及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绿色食品、数字经济等领域。 中国这个改革开放40年以来,其实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党和政府、国家对产业的支持和对海外招商引致,包括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、转型升级,都充分体现和吸引了众多的世界各地的投资者。 我是春江水南亚先知,非常有感受,这几年我们河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从财业,从政府的这个营酸环境,以及和一些政务的服务等等,都在学习和改造一些先进的省份。 同时呢,河南又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众多的人口优势。 那我相信未来河南的制造业和高科技裁业以及服务业会越来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